我还是辞职吧 也算是给迪小杰一个交代 你凭什么辞职啊 这明明就是迪小杰自己的问题 都不管他有没有跟狗仔说话 是不是推了他一把 光看照片里他们俩含情蒙蒙的眼神 要说他们俩没什么我第一个不信 可现在网上一编导 说学厂找狗仔炒作 必须得有人出面承担后果 要承担也轮不到你 我才是学厂老板 这件事罪魁祸首就是狗仔 找到他就真相大白了 找到他是能还咱们清白 可是低药节还处在风口浪尖 不是 你都自身难保了 你还想着他呀 不行 我不能由着他毁了我 辛辛苦苦维护的学厂 谁还没个危机公关呀 谁还没个危机公关呀 你俩等着 我现在就找人借着他 迪小杰的名声宣传学厂 既然给了我们罪名 那我们就坐视他 好歹可以让青山学厂云庆解职 你也出去吧 你也出去吧 狗仔是你找的 我当初 我当初 只是想逼他成人恋情 可没想到惹出这么大的麻烦 对不起啊 他误打误撞进入了娱乐圈 这本身就已经超出了我们的人生规划了 我没想到他会发展得这么优秀 他工作中的异性 也一个比一个优秀 对 我害怕 我怕会失去的 那你就找狗仔 曝光你们之间的关系啊 是 他多多善善的态度 让我分不清 他是怕影响我的生活 还是因为我的存在 会影响他的事业 可任谁都看得出来 他是真的很爱你 是 他爱我 我也爱他 可是那有什么用呢 我们永远都发卖过那道红狗 在因为生死相干 而无法相守的人面前 你们是多么的不懂珍惜啊 你们好不容易穿越茫茫人海 遇到了彼此 却又不愿意为彼此坦诚 人的一生其实很有限 能够和相爱的人 度过美好的时光的时间 更有限 我希望你不要无法挽回了之后 才后悔 可我已经连最后的退路都堵死了 不要在意网上那些评论 你唯一需要在意的 是他真的很在意你 他如果不接该怎么办啊 哪有那么多如果啊 你是迪小杰 一个笑容能迷到千万粉丝 他怎么会拒绝啊 嗯 米丽 我好紧张 我现在手都是麻的 好了好了 放松啊 放松 打呀 算了 不就打个电话吧 我给你打 我 我 我一下子不知道该说什么 快快快 打回来了 快快接 喂 没有言语能说明 雪昌里的那些事 其实都是我安排的 对不起 因为你的名气越来越大 我开始感到不安 我开始感到惶恐 我开始在意 网络上的那些评论 我 我害怕 我害怕出现一个其他的人 把你从我身边抢走 也正是因为我的自私 伤害了很多人 包括你 小杰 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 原谅我吗 我 有你的存在 世界 我的高中女孩 很简单 简单 都心只 够一人填满 夜晚在孤单 也有白天的暖 而我就在你身边 有你的存在世界 我才这样心安 心安都可以忘记了世界 内心的花园 向往天际的焦点 而你就在我身边 我承计 感觉自己像个眉婆 不过呢 总算功德圆满 看什么 谢谢 谢什么 他们俩和好也有你的功劳呀 他们就是太在意彼此了 又不说出来 需要咱们这么一推 那爱的人家本身感情好才行 嘴巴会骗人 但眼睛不会 他们最诚实 会将内心压抑不说的爱 全部都表达出来 还辞职吗 对不起 小陈的事情是我错怪你了 我希望你可以原谅我 继续留在学长工作 你 你这就算道歉了啊 这太便宜你了吧 那还要怎样 不得找点工资啊 就得找点工资啊 哼 什么小气 这些人要跟迪小杰近距离接触 拍照楼念 光住宿是肯定不够的 他们肯定还得吃饭上雪道 咱们可以推出一个全包的套票活动 包括这个滑雪门票 住宿和餐食这种 套票 他们追星肯定不会因为任何事 耽误追随明星的脚步啊 嗯 购买套票的人 咱们可以每人给他们一张磁卡 这样他们走到哪儿都可以刷卡 完全不会因为付款而耽误时间 而且这个套票的价格 可以低于实际的价格 就像超市捆绑 打折出胜的那种 是不是更新人啊 照你这么说 我们可以像其他学厂那样 推出济卡 月卡和刺卡 青山现在已经有了固定的颗流量 加上这两天的曝光度 消落应该不是问题 嗯 果然是老板 一点就痛 既然要推出 套票账的服务 那不如做得再极致一些 套票的服务 那就做到最好 包括这次的明星经纪 粉丝福利等等 我觉得还是价格上 再优惠一点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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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